不管跟谁聊天,都不要说这几句话,否则会很蠢,和别人交往,哪些话能说,哪些话不能说,还是要三思,我发现,这个社会上的人,没有那么人,会关心你,人都是自私的,大部分人都只是在乎自己,所以和别人交谈是,不要把自己的真实底盘全部说出来,不要聊自己,也不要过多聊别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心。 不聊自己的收入,之前和好友聊天,他说他能看见公司所有同事的工资,有的人工资真的很高,而好友的工资却是公司里最低的那个,每次加薪时也都轮不到他,看着周围人工资都比自己高,心里很难平衡,不久后,他便离开了那家公司,和别人聊自己的收入也是一样的,如果被不怀好心的人知道你的的工资比他的高,那么他心里一定会感到不公平。 随之而来的就是嫉妒你,甚至可能会背后给你弄小动作,如果你的工资比他低,那他也会看不起你,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性的物,自己的隐私不要说,不管那个人和你有多亲近,你都不要把自己的隐私说出去,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和别人说了,那你就要做好这个隐私被传播的准备, 因为第一个出卖隐私的人是你自己,自己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,又怎么奢求别人替你保管,走关系办成的事不要说,生活中,找关系办事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,有的人也确实通过走关系得到了一些便利,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四处去说,很多人都在追求公平,显然你在破坏社会的公平环境, 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,那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,也会殃及到自己的熟人,所以要管住好自己,聊别人的缺点,背后说人坏话,特别是接人短,真的挺让人鄙视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,但咱们不能总拿这些当谈资,你知道吗?老聊别人缺点,显得你特别小心眼,好像世界都得围着你转四的,成熟点的人,都懂得尊重别人,不会去嚼舌根,而且啊, 你那些评价,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偏见和片面了解,根本不算数,这样乱说一气,很容易让人误会,还可能伤到别人,更别提了,你说的那些坏话,万一传到人家耳朵里怎么办,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,还可能引发一堆麻烦,所以啊,聊天时还是多夸夸别人吧,说说人家的优点和长处,这样大家都开心,关系也能更好,别忘了,背后说人坏话的人,别人也会提防你,因为你现在可以 说别人,说不定哪天就说他了,有格局的人,都是看到别人的好,而不是盯着缺点不放,记住啊,说人坏话,不会让你更牛,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没素质,每个人都有缺点,很正常,但别老挂在嘴边,那样真的很蠢,尊重别人,也是尊重自己,聊自己的痛苦,没人喜欢跟个整天抱怨的人混在一起,负能量真的超烦, 会传染的,每个人都有烦心事,但老把痛苦挂在嘴边,真的挺傻的,生活已经够累了,谁还想听你唠叨个不停,大家都需要正能量来打气,不是听你发泄情绪,有些人啊,聊天时老说自己多惨多不幸,想博取同情,但说实话,这样只会让人觉得,你没啥本事面对问题,真正的强者,是那些能自己扛事, 不轻易向人诉苦的人,再者,老实说痛苦,别人听着眼泪,没人愿意整天听你抱怨,大家都想轻松点,你得学会自愈,找些积极的方式来排解情绪,最后啊,发泄痛苦只会让你陷入自怜,越陷越深,要知道,困难和挫折都是生活的一部分,你得学会从中吸取力量,而不是沉溺其中,聊自己的成功,虽然说说自己的成功可以激励大家, 但老是炫耀,就显得挺招人烦的,首先啊,炫耀成功,让人觉得你挺虚荣,挺自大的,真正厉害的人,都懂得谦虚,不会老拿自己的成就说事,再说,老这么聊,也容易让人嫉妒,心里不舒服,谁也不愿意听别人整天在自己面前显摆,尊重别人,别给人添堵,这点很重要,还有啊,老提过去的成功,就容易忘了,现在该努力,未来该追求啥, 真正的成功,是靠不断努力和进步正来的,不是靠回忆过去的光荣,于丹老师说过,一个人越是炫耀啥,心里越是缺啥,就像有个故事里讲的,儿子考上北大,年薪百万,他妈都不张扬,因为知道真正希望你好的只有父母,所以啊,别老显摆,用实力说话,多关注当下的努力, 和未来的目标,闷声发大猜猜,适应道理,人长一张嘴,就总想说话,好的坏的,美的丑的,看见了就忍不住要表达一下看法, 蔡康勇说,你说什么样的话,你就是什么样的人,一个人的嘴里,藏着他的三观,气韵和修养, 所以,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,说话需慎重,尤其这三种话要少说,少说丧气话,生活中,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,大家正兴致勃勃地干一件事,他在旁边说,省省吧,别费劲了,这是没啥干头,朋友们商量,周末去哪里玩,他阴阳怪气地说,计划没有变化快,说不定那天下大雨呢? 孩子考了第一,高兴地让他看成绩单,他说,这成绩考985,211,还差得远,节日里收到老公送的玫瑰,一脸嫌弃,你就知道送花,再没别的创意了吗? 部门同事邀请他在年会上一起表演个节目,他赶紧回绝,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,我不爱折腾,没啥意思, 这类人,有一个共同点就是,爱说丧气话,爱说丧气话的人,说的也许是真话实话,但人不爱听,人缘也很差,有位作家在书里写道,丧气话是一盆冷水,会把人的激情浇灭,丧气话是一级梦棍,会把人的热忱打消。 看过一个故事,一位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中,他见到了三种景象,山倒,水窟,花落,他百思不得其解,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王后,王后大惊失色,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,山指的是江山,谁指的是老百姓,山倒水窟,预示着设计不稳,民众离心,而花落说明好景不长。 听王后这样一说,国王愁眉不展,很快幽丝过渡,身体生了病,王后把国一召来,为国王看病,顺便也把国王的梦和担心告诉了国一,国一听后大喜,说,这是好兆头呀,山倒地平,预示着天下太平,水落石出,真龙才会现身,花落了,才会有硕过雷雷。 国王听后,顿时气息通畅,整个人立马精神了起来,王后和国一比起来,我们是不是更爱国一这样的人,杰克有句谚语,语言里有灵魂。 同样的敬语,多说极力话,人的内心就会接受到正向的暗示,事情就有可能变好,而说了丧气话,会强化人的消极心理,事情本来能好,可能都会变坏,语言是有能量的,好话和坏话,产生的结果往往迥然不同。 所以,我们一定管住嘴,不管对人还是对己,多说极力话,少说丧气话,少说狂妄话。 有一则新闻,一位小伙子跟朋友出去吃饭,喝了些酒,朋友们劝他喝了酒别开车,还有朋友愿意送他回家,但是小伙子说,这点酒根本没事,我又没醉,清醒得很。 众人再三劝说,小伙子急了,我有熟人,醉嫁都没事。 结果,刚上幕,就被交警查获,扣证,扣车,罚款,写检讨,爱说狂妄话的人,以为自己有面子,殊不知,他的狂言妄语一出口,人们就能看出他的不靠谱,非但不能得到大家的敬佩,还容易引发人的抵触和反感。 所以,在人前说话,要尽量低调,谦虚一些,别让他人的信任和好感。 轻易从你的嘴边溜走,生活中,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,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,包裹在我身上,我绝对给你办成。 我就不信这个鞋,让我来。 我们家别的没有,车有的是,你随便需要,随时开走。 那件事要换了我,分分钟给你搞定。 说话口气很大,结果却是,有人真求他办事时,他各种理由,再三推诿。 有朋友真需要借他的车时,他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闲车。 有好使者怂恿他去尝试时,他立马描怂,直往后缩。 这样的人,怎么可能在圈子里拥有好口碑呢? 所以,人贵有自制之名,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,少说狂妄话。 狂妄话说得越多,打脸来得越快,好形象毁得越彻底,为人处事。 只有低调谦虚,才能为自己留有余地。 从而跟别人的关系细水长流,少说是废话。 常言道,谁人背后不说人,谁人背后无人说,想要完全管住自己的嘴,很难。 但至少我们可以不在公众场合,对别人说长道短,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类人,爱扎堆,一见大家凑一块吐槽谁。 他就赶紧围过去,积极参与八卦。 别人说了某同事一个缺点,他就能说五六个,别人说了领导一个毛病,他就迫不及待地附和认同。 别人说看不惯谁,他就赶紧说自己也不喜欢,唯恐不插话,不跟进,自己就没有存在感,错过了什么重要时刻一样。 柳妍在一次节目中,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,他说,他之前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,无意中提起了一位广告商,大家都说那个人有点做,爱白普。 柳妍顺口就跟了一句,有点自以为是。 本来大家都挺熟,背后也是开玩笑。 结果很快,那句话就被添油加醋,传到了广告商耳朵里。 之前说好有一个广告要让柳妍拍,结果那人后来一见柳妍,就鼻子不是鼻子,眼睛不是眼睛,合作机会也高吹。 从那以后,柳妍说话非常谨慎,哪怕面对再好的朋友,闺蜜,她都不会再讲别人一句坏话。 电视剧《理想之城》里,有一句台词,万丈深渊中有底,唯有人心不可量。 郭德纲也说,宁可相信鬼,别信人这一张嘴。 承诺得好好的,有些话你知我知,绝不告诉第三方,然后一转身。 给你传的满城风雨,人尽皆知,老人们常说,人多的地方,是非多,来说是非者,必是是非人,所以,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,少在背后说是非,传是非。 你不经意说出去的每一句话,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不可预知的麻烦,寻出手口,才是最明智最成熟的做法。 闺谷子说,口乃心之门户,嘴一张开,心门就开了,你心里想什么,别人很容易就能窥探出来,少说丧气话,说多了,运气说跑了,好人缘也没了,少说狂妄话,一狂妄,夫妻就少了,好口碑就消失了,少说是非话。 说人是非者,必是品低得博者,美国作家奥格曼迪诺,在人多的时候,常常提醒自己,想要说不好的话时,我就咬住舌头,想要说好话时,我就用高音喇叭。 很多人际关系紧张,和生活事业不如意的人,大多因为没管住嘴,怀男子里说,万言万当,不如一末。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事,就微笑地保持沉默吧。 沉默,像天空一样,可以容纳所有你想说和不想说的话。